當然罵的是賴清德 不過我很早以前就講說 賴清德你不要再努力了 沒有用 蔡英文早就把你可以廢掉了 真的你們全部都講過 我們很早就講過了 賴清德只是在做困獸之鬥 但我覺得這個辯論 這個政見發表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民進黨真的是赤裸裸在對抗 但他有一個地方是沒有對抗的 就是搞台獨還是沒有對抗 所以你看他不會講中華民國 他一定要講中華民國台灣 對 或者要講臺灣是什麼樣的國家 這個國家 我覺得就是這樣 民進黨從頭到尾就是在搞台獨 所以民進黨在臺上所有講的話 為人民講的話 為和平講的話 都是騙人的 這你不要聽了 那我現在最重要我要看 這個政見發表完之後 接下來做民調 這個民調會不會有問題 其實大家拭目以待 慢慢看 那蔡英文到底輸得起輸不起 或者蔡英文用什麼方法 一定把賴清德做掉 我覺得這個民調裡面 大家就可以看了 我經常跟他講 做民調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什麼 灌進電腦的那個抽樣的母體 還有抽樣的程式 怎麼設定的 然後問題怎麼問的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好好去看 尤其在最精采的 我們要看看民進黨到底怎麼做 來聽聽看賴清德 蔡英文 我堅決反對一個中國原則 一國兩制和平協議 臺灣絕對不能夠成為第二個香港 第二個西藏 那麼至於在主權立場上 我相信民進黨在主權立場上 應該都沒有太大的不同 那中華民國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未來的前途是由我們兩千三百萬人來決定 這個幾乎是全臺灣人的共識 這兩位先生小姐 到底是活在哪一個平行時空 就是國家在賴清德來講 叫做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這個國家叫做臺灣 蔡英文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臺灣 他們到底是兩個人要選同一個國家的東西嗎 那兩個國家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的國家叫中華民國 他們滾一邊去 然後自己選自己的好嗎 他說在臺灣主權上 對不起臺灣也沒有主權 他說我從來沒有妥協 也沒有讓步 廢話 當然因為臺灣根本就沒有主權 你沒有的東西你怎麼去讓步呢 然後面對中國 對不起我們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所以你是面對我嗎 蔡英文 我的立場明確就是維持兩岸穩定 你搞臺獨兩岸就不會穩定嗎 這兩個人到底是在玩什麼東西呢 賢耀兄你是當過的陸委會主委的人 我第一個 知道我們別論是愛 突顯了一個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是完全破產 這兩個人在講話代表什麼 民進黨根本沒有兩岸政策 也沒有大陸政策 也沒有中國政策 到今天為止全部一團亂 一個亂字可以形容 第二個我要講賴清德 賴清德這兩個人辯論賽的時候 兩個爭鋒相對大家都看到了 賴清德如果想選明年的總統 我念一句話 2017年12月2號 賴清德你自己接行政院長前一天 接受三立訪問的時候 主持人問賴清德 你接行政院長是不是表示你2018 你不選臺北市長 他說對 我不選臺北市長 我接行政不選臺北市長 我的工作 就是輔選 輔選的角色 第二句話主持人又問賴清德 那你接行政院長 是不是2020年 你就不參選總統了 賴清德說 他公開講過 他接行政院長就表示他支持蔡英文 他用行動支持蔡英文 他不會選2020年的總統 哇 我們都忘了 2017年12月2號賴清德先生 你的記性可能不是很好 請你再去歡樂一下 你在三立電視台講的話 賢耀兄 明天我們只好來播這一段了 好 大哥 我再提醒你 你太厲害了 親口講這句話 對 你太厲害了 他2018年確實沒有選臺北市長 但是呢 他辭了行政院長 原來目的就選2020年 所以 然後呢 這裡有凸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 要嘛就是賴清德 在2017年12月1號專訪的時候 他說謊 要嘛就是 他突然間 做了行政院長一年以後 他發現 他要跳船了 這個船開錯方向 國家目標不清楚 到底是什麼國家 他搞不清楚 他跳船了 第三個可能 他為了有私心 自己要選 他把過去的承諾 過去講的話 全部推翻了 那這裡就證明什麼呢 所以蘇家全 這個立法院長罵行政院長 這也第一次看到 習偉兄 我們在立法院多年也看到過 立法院長 民進黨的立法院長罵 民進黨前衛的行政院長 是用錯人了 做錯事了 做壞事了 換句話說 請問總統用錯行政院長 總統有沒有責任 你遇人不俗 世人不明 再過來 賴清閣 你說了這麼嚴重的謊 你也沒有資格再參選 再過來 我還是勸 乾脆 民進黨 你就反省了 不要再推人了 也不用辯論了 怎麼推人出來選 你到底是選哪一國的總統 講清楚 來聽聽看 他們兩個人到底在選哪一國 2020不能說 只有我才能贏 而是我們要一起贏 一加一絕對大於二 我要跟清德兄說 這一局 我們兩個的態度最重要 所謂一加一 大於二這個事情 到底第一個一 是誰來做代表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到底第一個一是誰來做代表 拉贏的意思說 那這個一應該是我 蔡英文說 不能說只有我才能贏 而是我們要一起贏 一加一絕對大於二 但他們到底要選哪一個國家了 跟我們什麼關係 其實他們也都沒講 蔡英文其實他們在透過媒體 在拉那個民調的票 一直在強調一加一大於二 就是要拉 蔡英文 就說你還是投給蔡英文 你在猶豫的這些人 覺得說我還是投給蔡英文好了 反正賴清德一定還是有機會 去當副總統候選人 他是在做這個動作 那至於那個蔡英文說 他一直他講 那個賴清德是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這當然對政治來講他是零分 對不對 然後他說他反對一中原則 你反對一中原則 去聯合國二七五八號 傑英文去告我們聯合國 跟你沒有反對不重要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再怎麼反對 台灣從聯合國的會員國 常任理事國到退出聯合國 我們反對有用嗎 沒有用啊 因為決定我們的國際地位是怎麼樣 是國際強權不是我們 所以這兩個人講話都不清楚 再來蔡英文說中華民國台灣 那這個更好玩的 蔡英文講過中華民國是漏王政府 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說漏王政府台灣 那他一直在講說 他對台灣主權領土 從來沒有妥協過 我說你蔡英文你到底記憶是不是不好 馬英九在位的時候 我們的主權裡面有釣魚台的漁權 太平島 然後釣魚台是我們的領土對不對 馬英九在位的時候 你在位的時候 現在釣魚台的漁權不見了 我們主權之一 太平島變成礁了 然後日本的教科書把釣魚台 變成他們的領土 你有講過一句話嗎 你說你多不妥協 你這個就是出賣台灣的行為嘛 一個讓這麼多的權益 都會出賣台灣的人 還說你對台灣的主權不妥協 你不是在欺騙台灣人嗎 其實我覺得蔡英文比較起來 蔡英文對整個的欺騙贏過賴清德 所以這個一加一大二是大片加小判 你看蘇嘉全表態了 用這麼強烈的語言表態 然後陳菊也表態 六月九日他的臉書 怎麼樣稱讚了蔡英文一大堆 他的責任無比沉重 但他無所畏懼一肩扛起 恳請大家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這些 賴清德回應蘇嘉全說 當初北上接任行政院長 是出於一番善意 希望為台灣打拚的決心 當時的執政已經出現困難 可是剛剛賢耀兄念了那一段 當時三立專訪他的時候 2017年12月2號 對 我們明天一定會吊帶出來 播給你看 多謝賢耀兄 所以 靖平 看蔡英文跟賴清德這兩個人 都是保台的這個詐騙術的 最高明的使用者 因為你看到這個蔡英文在講的時候 不是講到說過去三年多來 他成功地捍衛台灣的這個主權 然後他成功地捍衛了這個民主自由 那就要反問蔡英文 過去三年他如何捍衛台灣的這個主權 當我們的這個台灣的漁民 在沖織鳥礁捕魚 被日本的漁船追趕跟拘捕的時候 辣台妹在哪裡 我很不想叫他辣台妹 他明明就62歲 一個阿嬤 那當阿嬤級的還叫辣台妹 他叫辣台妹的話 那我叫什麼 我叫嬰兒 他比賴清德年長三歲 賴清德59歲他62歲 兩個人講辣台妹 然後孤冠銘還說給年輕的男孩來做 五十九歲叫年輕的男孩 我的眼鏡 那季平你是什麼 那我都不知道我們要怎麼稱呼 我們這種六七年級 然後像顯奧委員 還有那個我們縣長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人為了選舉 口是心悲的話 都可以講的這個漫天的這個乍響 然後而且那個口沫很飛 然後再來 他說這個捍衛國際 這個台灣的國際地位 那請問當以前的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在這個日內瓦WHA的這個大門 被拒於門外的時候 還在那邊排外 然後只能發動他們這個所謂的民間公民 NGO的社團 在日內瓦的這個湖畔 去扒那個傳單的時候 你辣台妹又在哪裡呢 你講的那麼大聲 你只有選舉的時候 從今年年初才開始辣過來 你要的就是他你的絕青 所謂年輕一代的這個新的台派嘛 要跟賴清德 所謂後面的這個李遠哲 和孤寬銘這些本土的老的獨派 做一個世代的一個區隔嘛 那還不是一樣呢 好他說捍衛了這個台灣國際的 我我我記沒看到 捍衛民主自由在哪裡 所謂捍衛自由 他捍衛自由在台灣 他彰顯的是 難道是你在施改會議的時候 蔡英文你一定要表決到 你滿意的結果為止 才能停下來 那個時候才是捍衛自由嗎 還是說當在野黨 因為他的過去的 這樣一個所有的這個資源 被你成立的所謂的促轉會 黨產會 毫無止境的 不當的這樣的一個去奪取 你要到這個時候 都沒有止境的停下來 這個叫捍衛自由嗎 所以我不懂他講話的 這個邏輯在哪裡 所以兩個人在講話的時候 對話完全沒有交集 又不敢互相辯論 互相嗆對方 因為誰嗆對方 感覺好像變得太兇的話 好像民進黨分裂了這個帽子 又戴在他們的這個頭上 在黨內對於黨內自己的人 我覺得他們也展現出 沒有那種氣度 因為當賴慶德問蔡英文說 如果輸選了他贏了 蔡英文贏了他會支持他 他反問蔡英文如果他是蔡英文的話 蔡英文會不會支持他 蔡英文連講都不敢講 勝選是誰我就挺誰 他只有跳針式的不斷在這個回答 所以這一場民進黨的初選 而且遊戲規則已經改到 讓蔡英文對他已經有利了 這怎麼叫維護自由嗎 反觀這個賴慶德 一路這樣我覺得 他一路開始佛系的這個競選 到後來現在想要逆境求生 我覺得蠻困難的啦 因為當你現在賴慶德已經連 朱家群都跳出來罵你的時候 你應該感受到 過去當蔡英文三請四請 要請你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民進黨上下一片 好啊最佳人選 記不記得這個畫面 然後現在你要為了官位 為了你的職位去攻擊賴慶德說 他是用了不對的這個行政院長 我覺得很多人講說 那朱家群是不是豬隊友 我不認為他是豬隊友 他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因為他把這個世人不明的 這個真相說出來了 而且對照過去賴慶德剛辭職的時候 他還說慶德兄我們留下來一起打拼 這不是很諷刺嗎